大家好 我是林俊途医生 我是UBC大学空科的教授 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 对于慢性阻塞性肺病的处理方法和计划 我们如何分析到什么时候的病情发作 和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处置 和大家一起看这些影片 熟练了你知道什么时候的病情发作 大家需要的话可以看这个影片几次 等你熟练了发作的时候如何处置病情 防止慢性阻塞性肺病发作 最重要就是要按时用你的药物 以及每一年秋天就打流行性感冒预防针 五年内要打一次肺炎的免疫针 但虽然打了这些免疫的针 仍然都有机会发作 所以我们一定和家庭医生 就是讨论一个针对发作的时候 如何处置的方法 我们怎样知道我们的慢性阻塞性肺病是恶化了呢 第一我们知道我们正常的时候 呼吸是怎样的 例如我们穿衣服、洗澡、在家里面走 或者出去逛街的时候 我们的呼吸是何时才会觉得是紧急 当然呼吸就差了 我们知道是不正常了 第二我们看到通常的痰是什么颜色 通常的痰是白色 假如转了黄色 我们就知道病情就恶化了 假如我们感觉到 我们的慢性阻塞性肺病是恶化的时候 譬如突然是发烧 痰转了颜色 个人觉得累 呼吸差了 通常以前行得一两个街口 都呼吸没问题 现在行几步都觉得好像气喘喘那样 假如这个情况 多过48小时之外 我们应该要实施 和家庭医生指导的应付计划 接下来大家一起观看 我怎样认识这个病情发作的三大步骤 第一个步骤 一定要是了解平时的呼吸 的紧急的程度 和谈液的分量和颜色 第二要了解发作的时候的症状 第三 假如那些症状多过48个小时 就应该直接实施 就是同于家庭医生指导的慢性阻塞性肺病 应对计划 当你认识了自己的病情是恶化的话 大多数的应对计划都提议是用一个急救的呼吸药物 好像这个蓝色的呼吸药物 这个呼吸药物可以一天用四次 每次用两口 最多一天可以用六次 或者你家庭医生跟你商量过最多是用几次 这个药物就帮助你 呼吸就会顺畅一点 接着跟大家介绍第二个程序 假如是我们的痰是转了颜色是黄色或者绿色 或者是发烧 我们应该立刻用家庭医生处方的抗生素 假如是没有发烧的痰也没有转颜色 但是呼吸差了 我们开始用那些叫做Prednisone 或者是雷固醇 就吃五天 这些药物就跟家庭医生一早商量了 是否自己留定一些药物在家里 需要用的时候就可以立刻用 或者第二个方法 叫家庭医生留定处方在药房那里 第一次需要用的时候 就可以立刻去那里买了 虽然你吃了那些药物觉得是好的话 的话应该要跟药物的时间去见家庭医生 就跟你诊断一下 假如是骚弱的话 就可以将你的药物再给你多一点 将来你发作的时候可以有得应用了 假如是吃了两天的药物 仍然呼吸越来越差 或者觉得个人就好像很疲倦 很眼睡 或者是胸痛 或者有时吐血出来 应该要立刻去医院急症室 或者打911就叫十字车送你去医院 那里去诊断和医疗 我们这个影片已经接近尾声 我们提供你重复观看这个影片 等你熟练到知道什么时候 病情是发作的 所以最重要是记住以下的重点 病情发作的过程可能是几天的 所以一定要尽早认识病情 什么时候发作 第二 你要了解你平时的症状 例如你的呼吸平时的速度是怎么样 和你的痰的分量和颜色是什么 第三点 当你的呼吸差了的话 或者你的痰就转了颜色 应该你提高的警觉 或者知道病情就恶化了 第四 应该是尊重你和家庭医生 针对的应付计划 去处置你这个病情的恶化 谢谢大家观看这个影片 准备 内陆 数字幕志愿